我担心在新兴投资中受到保护的资产越来越少 詹姆斯你好 你知道海外投资从经济危机以来持续增长趋势 你认为在哪个区域的幅度变化是最为明显的呢 的确在这一块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提升的幅度达到了1.7兆亿美元 增长的幅度达到了34% 主要的投资都进入到了美国和欧洲 这是在资金经历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之后出现的选择 在美国的增长十分的明显 在欧洲的投资增长也达到了1.18亿 从你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整体的计划范围和金额都是在增加的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担忧的情况 那么您可以为我们详细地说明一下吗 的确虽然总量出现了很大的增长 但是多数的增长动力都是来自于商业需求 大概有2000亿到2500亿美元 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金额 这也是海外资产重组的结果 很多都是一些公司在海外开设了分公司 但是问题在于 盈利之后资金大多会回流到总公司所在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整个类型的投资都是属于新兴投资 今年的量几乎是和去年持平的 问题就在于 我担心在新兴投资中 受到的保护的资产会变得越来越少 这些公司都是想要将业务变得全球化 但是目前是处于全球经济增长走低 需求下滑的时期 所以相应的投资资产的稳定性 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担心的问题 好的 在上面你提到了一些趋势 那么你认为货币的持续的贬值 对于2016年的海外投资 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另外对于FDI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货币的贬值一般来说 都会给海外投资 在不同的方面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是通常来说的话 对于FDI的投资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 因为FDI进行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而在这里决定的因素就包括了市场的大小 增长率 货币政策 以及商业环境等等 除非说会出现像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那样的状况 那么要么对于FDI的投资来说 影响并不会出现那么大 首先来说 就像新兴市场之前发生的货币贬值 资产的价格将会变得更低 相应投资者的成本就会降低 这将会刺激投资进入这个国家 这是一方面的影响 但是对于正在运行的投资来说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 例如说吧 对于当地的市场来说 生产的商品如果是用于当地市场的 那么影响不是很大 如果说是在这些国家投资生产的商品 在进行出口的话 那么就会增加竞争力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那么就是 当收入转换成了本国货币队的时候 那么收入当然会出现相应的减少的情况 所以说 在不同的国家 我们所看到的受到的影响是不相同的 而贬值货币国家的海外投资成本 将会相应的提高 从而也将会减少投资量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为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见解 就是我的荣幸 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 好的 谢谢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期节目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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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